美国在周四记录了217,664例新冠确诊病例和2879例相关死亡病例,这是自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的美国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。 之前的最高单日确诊记录是11月27日的205,557例,最高单日死亡记录是周三的2,804例。 确诊病例包括来自所有50个州、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美国领土。 自10月3日大选以来,美国没有一天记录到少于10万例的新增病例。